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调查员陈禧 俗语都说文以食为天 讲到饮食文化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肯定少不了一样的工具 那是什么呢? 没错,那就是筷子 今天我们所做的调查就是关于筷子 大家知道筷子的种类有很多 究竟我们选择哪一种比较好呢? 好,我们立刻去看看街坊是怎么说的 我想问你,平时你在家里用哪一种筷子? 它是不锈光筷的,还有木筷的 筷子啊,一般都是筷筷或者木筷 天啊 银筷子可以验毒 银筷子的话,它可能会有一种 对毒可能有验的功能 我听过认真就可以试一些菜有没有毒 筷子应该都可以吧 塑料筷子我觉得不安全的 因为我觉得那些塑料不过关了 有很多不过关的 首先它消毒方面如果高温的话 我觉得塑料的话肯定存在的什么溶解啊什么的 关于筷子的选择 街坊门的回答五花八门 其中有人提到银筷子比较好 还有验毒的功能 还有人提到硕料筷子有盗 究竟什么筷子最好用呢? 调查员继续调查 现在在市面上可以购买到三类筷子 第一类就是我们的竹木筷子 它的原材料就像竹、木头这些 第二类就是我们的金属筷子 就是譬如我们的不锈钢等等这一类的筷子 而第三类就是我们的化学筷子 它的原料就是用这些物安或者塑料等等的原材料 在刚刚街坊之中 有街坊就提出 很担心我们的塑料筷子的安全隐患问题 究竟我们的塑料筷子是不是真的有毒呢? 我们继续去调查清楚 塑料筷子我觉得不安全的 塑料可能会降解什么的? 肯定存在着什么溶解 塑料筷子有毒 这个并不是空月来风 我们发现在网上关于塑料筷子的传言并不少 谨慎使用ABS塑料筷子有毒 千万不要探平 扔掉塑料筷子 这些文章纷纷指出 塑料筷子受热之后容易变形和融化 产生对身体有害的重金素物针 这种的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还是通过实验来说 在我面前的这些塑料筷子 全部都是从大型超市购买的 全新的塑料筷子 我们现在就进行实验 看看它加热之后 会不会出现溶化或者变形等等这些现象 刚才我们将筷子分开两部分 可以做比较 实验开始 调查完陈熙 将塑料筷子放入煮开的水里 观察筷子的变化 好 现在就来看看 塑料筷子加热之后有没有变化呢? 把筷子拿出来 和完整筷子做一下对比 我发现塑料筷子加热之后 是没有明显的变化的 我们在实验当中 加热过的塑料筷子没有变形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餐厅所使用的塑料筷子 也都会有筷子头变大 甚至有变色、脱色的现象 那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答吧 一般情况下 我们国内使用的筷子 都是属于高分子材料的 其中有些是物安餐具 另外一种是PP材料 所以由于这些塑料餐具 在高温下它是容易变形 本身是这个材料特性决定的 通过专家的解答我们得知 因为材料的特殊性 塑料筷子在高温加热之后 可能会变形 专家还提到 我们实验当中的筷子没有变化 是可能没有达到温度 那塑料筷子会不会对我们的健康 造成影响呢? 调查员带着疑问 去到检测中心 看看会有怎样的发现 好了 那我现在就来到这个中科院 广州法学所 检测中心这里 站在我身边的位置 就是李老师 李老师你好 能帮我们检测一下这个吗? 可以 好 谢谢 经过一番的专业检测 检测结果一出来 这些塑料筷子当中 并没有含有任何重金索 这个检测结果 真的令人出乎意外 莫非网上的传言是假的?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根据我做调查员的经验来看 我们刚刚的实验 是不一定能够说明 我们的塑料筷子是不含蠢金属的 有可能因为某些条件未达到 比如说温度 因为我们刚刚用水来煮开 因为大家知道 水的最高温度只能达到100度 如果我们现在改用热油 来更加高温 去煮我们的塑料筷子 不知道检测结果会怎样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调查员将开水换成热油 然后将塑料筷子放入热油那里 搬拆筷子的便法 各位朋友 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我们可以给一个特写来看一下 就是当我将塑料筷子 放入热油里面的时候 塑料筷子周围会迅速发出 这些很小小的泡泡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塑料筷子有小小变色 而且是开始变形的 经过一段时间 在热油里面的塑料筷子 也出现了变形的现象 我现在就将在热油之中 加热油的塑料筷子和未加热油筷子 放入热油筷子 我们可以看到 加热油筷子有明显的变形 而且是有很明显的变色 而且我还观察到 中间的这对筷子 是有点热油筷子 可能已经是变形了 那不知道我们的塑料筷子 是否像大家担心那样 里面含有对身体有害的重金属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答案的话 就现在立刻告诉你一下 调查员带着这对筷子 再次来到检测中心 看看这一次的检测结果会是怎样 通过检测 我们发现塑料筷子在接触热油之后 会释放出大量的重金属物质 圆和钢 在我们的实验当中 我们发现 我们的塑料筷子在接触热油的时候 会含重金属 而在热油当中 我们发现不到含重金属 看来我们的塑料筷子 要在一定的高温环境下 才会产生到人体有害的物质 那究竟遇到这些情况 我们怎样去应对呢 我们的塑料筷子 究竟可以受到多高温度 才不会产生到人体有害的物质呢 我们继续来请教我们的专家 常规我们的塑胶餐具是无色的 由于生活过程中 有些产品会添加其他色母或者色粉 在高温下 色母和色粉会造成二次的重金属的释出 根据专家的解释 塑料筷子的溶点一般是120度以上 而热油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00度 因此会产生有害物质 开水的温度一般是100度左右 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不会分解出重金属 所以我们最好不要使用塑料筷子 来夹温度高的菜 塑料筷子只是适合用来夹冷菜 看来塑料筷子都有明显的缺陷 难道真的没有更加实用的筷子 给我们选择 说到实用的筷子 最近就有朋友向我推荐 就说现在在市面上 有一种叫红豆颤的筷子 可以防癌 有没有这么厉害啊 是否很厉害的呢 我们立即去做个调查先 调查完展开调查 首先在购物网站 搜索红豆颤筷子 看看会有怎样的发现 我们见到红豆颤筷子 很容易就去网上买到 而且价格也非常之高 亦都是送礼的上选 根据商家所说 他们的筷子是具有防颜保健的功效 那为什么商家说 它会快使有防颜保健的功效呢 根据他们的回答 是因为他们的原材料 红豆颤 红豆三是世界比较公认的一种 具有防颜作用的一种植物 那么最早呢 他们从红豆三当中提取出来的 一种叫自三醇的这样的一种物质 那么这种物质呢 它的活性成分呢 是可以有效地抑制这个卵巢癌啊 还有无线癌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 那么大家都知道红豆颤可以防颜的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红豆颤筷子都可以防颜呢 我们都是通过实验来说话 现在我手上就有一袋红豆颤的筷子 然后呢 我会把它放在开水里面煮过 然后再将开水里面的水取养 用它专门的机构来做检验 看看我们这个红豆颤筷子 是不是真的可以防颜呢 好 现在立刻开始 好 经过20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将之前煮过这个红豆颤筷子的水做成采样了 好 所以把筷子拿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经过20分钟之后煮过的水呢 是有点点呈现红色的 好 现在菜已经完成了 现在就将它送去专业的机构 看看里面究竟有没有含有可以防颜的紫颤筷子呢 调查人将这些水进行取养之后 马不停提再次来到检测中心 同时检测红豆颤筷子当中 并没有含有紫颤筷子这种防颤成分 这个结果令人有点意外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调查人带着疑问 找到了专家 希望可以得到答案 关于红豆三制作的筷子能不能防颜呢 我个人认为应该这样理解 首先呢 这个红豆三防颜 它主要的作用是紫三醇 那么紫三醇这个物质呢 本身是不容易水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使用筷子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不能够主动地从筷子里面释放出来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提取紫三醇的时候 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手段 才能提取出来的 所以呢 在筷子使用的时候 紫三醇是不能释放出来的 通过调查答案水落石春 红豆颤可以防颜 是因为它含有需要通过专业提取紫三醇 紧紧用红豆颤制作的筷子 是不具备防颜这种功效的 而且专家还提到 直接食用红豆颤甚至有中毒的危险 如果是直接拿红豆颤这样的木材 然后自己来进行加工 然后来提取食用 那么可能会导致红豆颤里面的一些其他的有机成分释放出来 那么其他的一些有机成分实际上 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误食了造成身体的不舒服 专家还提到 红豆颤毒性很大 如果没有医生的指导 不吃到红豆颤 有可能会出现头云 头孔放大 恶心 嘔吐 离散性腹痛 肌毛力等症状 严重者还会出现心动随缓 心脏躁停或者死亡 另外调查员登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 发现保健食品禁用物品名单当中就有红豆颤 所以还是建议我们不要使用这些红豆颤筷子为好 原来所谓的红豆颤筷子可以防癌的说法 只不过是商家抓住消费者的心理而想出来的噱头 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红豆颤筷子是没有防癌的功效的 而红豆颤里面防癌的成分 紫颤唇的防癌成分是经过专业的提取才可以防癌的 就算你直接食用红豆颤也没有防癌的功效的 而且甚至可能会中毒 我们现在知道红豆颤筷子是没有防癌的功效的 而索料筷子有中度可能性 在刚刚的街坊之中有街坊向我们推荐银筷子是不错的选择 而且最近就有街坊向我们爆料就说 他家的银筷子可以验出鸡蛋有毒 莫非银筷子之后你最佳的选择 我们一起去调查看一下 用银针插入食物或者酒里面检验是不是有毒 这个情节曾经在很多古装影片和电视剧当中出现过 而在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对用银针 银筷验毒深信不已 银筷子可以验毒 我听过银针就可以试一些菜有没有毒 筷子应该都可以吧 我听说过银筷子可以验毒 近日就有位观众买了一对银筷子给个儿子吃 但没想到吃了一餐鸡蛋之后 银筷子的末端颜色发展 有些地方还变黑 怀疑是吃了的鸡蛋有等 银筷子可以验毒 似乎已经成为了大家认同的观点 但作为一个科普节目 我们一切以严谨的实验结果为标准 我们今天的实验对象就是这个杀虫剂 我们可以看到杀虫剂上面标明就是 杀一些好像蟑螂蚊之类的虫 而且我们上面标明是有微毒的 不知道我们这个狗狗感纯银的筷子 可不可以验出来呢 好 我们立即来做实验 首先我把这个口罩戴了 然后两对筷子我们选一对出来 调查完把杀虫剂噴在一条筷子上面 然后观察一下筷子的变法 好 我们等一下观察一下它究竟有没有变化 经过五分钟之后 我们发现我们的银筷子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那现在我们就噴多点看看它又会怎么样 调查完加大杀虫剂的噴沙量 看看这次银筷子可不可以验出杀虫剂的洞 20分钟过去了 我们看一下这对筷子有什么变化 我们发现筷子是没有明显的变化的 可能因为我们的杀虫剂它的毒性不够强 所以我们今次又换来了强力的杀虫剂 我们这个强力的杀虫剂是含有脚毒的 它平时可以验一些蜘蛛老鼠这一类的生物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次我们的银筷子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正常的情况之下 一瓶杀虫剂需要对一公斤清水使用 为了验证效果更加明显 调查员直接将洗干净的筷子 直接插入杀虫剂的原液那里 20分钟之后拿出筷子 和另外一支筷子对比没有发现变化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把银筷子放在刚刚含有剧毒的杀虫水里面 是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没有变黑的 那从这个实验者去证明 我们平时所选购的银筷子 遇到这些农药 含有毒的物品是不会变黑 不会发生变化的 那我们这个爆料观众究竟是什么 这一回事我们下面立即将我们的筷子进行清洗 对鸡蛋进行实验 调查员将一枚刚刚煮熟的鸡蛋抛开 然后将一条的筷子插入鸡蛋 10分钟之后拿出筷子观察 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变化 然后又将筷子插入鸡蛋 20分钟之后拿出 发现插入鸡蛋网的部分筷子 呈现出淡淡的黑核精 而银筷子未接触鸡蛋的部分 依然是光亮 实验证明我们银筷子遇到鸡蛋之后 是会变黑的 不过这个过程比较缓滑 而不是好像大家所说 银筷子遇到鸡蛋是立即变黑的 那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立即去看看 在鸡蛋当中 在蛋黄部分其实含有大量的硫 而这个硫是大部分是出于单质状态的 那么这个单质状态的硫跟银 实际上是可以在常温下 在室温下就会发生反应的 生成硫化银 黑色的这样的一种物质 所以鸡蛋 如果是这个银筷子 直接插入到鸡蛋里面 是可以看到银筷子变黑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是在农药里面 这个硫的形态跟鸡蛋里面 这个硫的形态是不一样的 我们大多数农药 其中比如说硫磷化合物 那么硫磷化合物 它的这个硫磷 并没有那么容易 跟这个单质状态发生反应 所以我们这个银筷子 直接去用来验 检验这个农药 就没有效果 专家还说到银针 试到古代的药物大多为砒箱 当时生产技术落后 在合成砒箱的时候 难免会有流化物的存在 银针与砒箱变黑 实际上是同砒箱当中的流化物 产生化合反应 使到银针的表面 生成一层黑色的流化银 而在现代社会 生产砒箱的技术 远比古代要先在好当 提炼好顺 不再甚有流和流化物 想用银针验出毒 并不现实 今天一番实验和专家的介绍之后 我们都知道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的银筷子 已经丧生了验毒的功效 尤其价格又高 吃东西那时候 好像辣到嘴巴 而且性价比是非常不高 看来又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究竟哪一种筷子 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我们继续去调查 最实用的筷子是哪一种 在网上有多篇文章指出 是它 竹筷子 理由就很充分 竹筷子无动无开 也是所有筷子当中 价格最便宜的 质量最好的竹筷子 遇到高温也不容易变形 现在我手上拿着三对筷子 分别有全新的筷子 用了一个月的筷子 以及用了半年以上的筷子 为什么我拿着这三对筷子 因为有些人说 竹筷子不容易被清洗 很容易被病原微生物所感染 从而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 所以现在我再次带着这三对筷子 去到我们检测中心做这个细菌检测 调查完再次来到检测中心 对三对筷筷子进行细菌检测 24个小时之后结果出来了 我们看到全新的筷子 基本上是没有细菌的 而用了一个月的筷子 有少量细菌 最后用了半年以上的筷子 有着大量细菌 这样就可以说明筷子用得越久 细菌含量越多 首先我们筷筷子在使用 都不可以严重 索料筷子就有安全隐瞒了 筷筷子容易有细菌 选过安全实用的筷子 真的不可以省心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 选用哪种筷子最好呢 我们来一起看看专家的见点 筷子的这个材质呢 我个人认为 首先应该选择容易消毒的 卫生的这样的一个材料 那么我们千百年来使用的 这种木块 竹块 虽然非常方便而且很好用 但是它会消耗大量的木材和竹子 那么这个在今天来说 实际上它并不是一种更好的一种材料 那么我个人认为 我推荐使用这个不锈钢的筷子 不锈钢的这个材料 在使用过程当中 它可以耐受比较高的温度去消毒 另外它也不太容易滋生这个细菌 最重要的它可以重复使用 而且它的使用的受力 相对于我们的木材和竹子的筷子 来说会长很多 通过专家的解释 用来总结出各种筷子的优缺点 最实用的细得手钢筷子 它非常耐用容易消动 虽然由于材质的关系容易辣嘴 不过综合来说 还是日常生活当中的首选 而第二选择就是竹筷子 竹的生长速度快好环保 虽然相对容易滋生细菌 但是在日常使用当中 注意清洗凭着三个月更换一批就没问题 而不推荐使用的有塑料筷子 塑料筷子最适合用来夹凉菜 而在食水煮鱼等菜式的时候 就千万不要用 因为有中毒的危险 银筷子也是不推荐使用的 虽然它无动无开 但价钱太高 好 经过专家的解答之后 我们以后在选购筷子的时候 要记住 我们的首选是不锈钢筷子 而其次就是我们的竹木筷子 至于这个塑料筷子和彩细筷子 就建议大家以后少点用了 好 今天的生活调查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